未全TV健康厨房 先来制作酱汁 准备玄米油90克 玄米油是由玄米制作而成的 富含珍贵的营养 最讲究养生的日本人 就以玄米油为重要的料理用油 在玄米油中 我们先加入柠檬汁搅拌 再加入蜂蜜 调成自己喜欢的口味 接着把鸡胸肉切成条状 准备热锅 倒入玄米油约30克 不需要太多 因为它的用量比其他食用油省1%到1% 而且不易粘锅 用小火 慢慢把鸡胸肉煎成两面金黄 再撒上少许的海盐调味 鸡胸肉煎好了 就盛盘备用 摆盘的时候 新鲜蔬菜洗净沥干 铺在盘底 陆续加入黄椒、番茄、木素芽 再放上刚才煎好的鸡胸肉 最后淋上玄米油柠檬汁 就大功构成啰 玄米油清爽不油腻的口感 非常适合凉拌使用 第二道是玄米油炒花椰菜 准备的材料有 花椰菜一颗 红椒半颗 香菇三朵 蒜末 调味料有酱油和盐 先将红椒香菇切片 花椰菜削去根部切朵 准备好之后 把这些食材都先放入滚水烫熟 接着热锅倒入玄米油 用大蒜爆香 再把刚才烫熟的食材 全部下锅翻炒 玄米油的发热点最高 可高达257度 是所有食用油里最高的 油脂安定性加 而且超低烟 很适合东方菜 煎煮炸的做菜方式 日本有40%的中小学 都以玄米油为午餐指定用油 起锅前 倒入少许酱油和盐调味 翻炒拌匀 就大功告成了 这两道玄米油料理 方便 简单 让您在享受美味之余 又能同时兼顾健康哦